大家中午行 我想就是说 前面我们几位嘉宾是从一个比较微观角度 或者从一个决策角度 从一个心理的角度来分析了 这样目前一个投资的环境 那从我的话 我可能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目前我们对一个全球经济 或者说全球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我想其实2015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 对吗 如果大家买了债券的话 可能觉得OK 应该是很赚钱 或者说至少是心理比较心安理得的 如果大家有买股票的话 或者有为你们小孩买汇率的话 出去上学的话 可能觉得这一年是非常动荡的一年 可能股票的话上上下下 汇率的话也是上上下下的话 可能确实非常艰难这一年 那其实的话我想这一年也是 我们出现了很多黑天鹅事件 因为以前我们讲黑天鹅的话 都是比较小概率的事件 我们叫黑天鹅 但是今年的话就感觉特别频繁 从年初到现在 基本上没有一个月停过 基本上应该这样说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 因为我作为一个银行的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今年也是特别累 因为基本上市场非常动荡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忙 要做各种各样的分析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展望和投资决策 那其实包括年初的话 大家还有印象吗 当时瑞士央行有宣布说 我要跟欧元脱钩 这个感觉好像已经很遥远了 是不是 因为今年事情太多了 所以觉得这个事情好像非常遥远 其实就是今年初的时候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就是一次性 当时瑞士央行就让瑞士法郎 一次性大幅度升值 所以这波当时导致很多 外汇经济公司差点破产 包括全球最大的一家外汇经济公司 叫FXCM 福汇公司 当时我记得是差点破产 后来因为有人出来救 所以没有破产 但是有些小的公司 像英国的一些经济公司 就是破产了 就是因为这个瑞朗的一个事情 那包括我们看到 六月份的时候 当时也是欧洲 希腊是不是要退出欧元区 也是有很多这样一个争议 那然后到了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股灾 对吧 中国股灾刚刚结束没多久 然后人民币又出现了大幅贬值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年特别特别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全球的范围 然后地区范围内也有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像马来西亚 现在Ringit 大幅度贬值 包括我们看到现在一马公司的丑闻 等等等等 有太多太多的这样 目前这样一个不稳定因素 和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 其实这两天 这两天也是有一些 所谓的一个小的 我们叫mini mini的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 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 这两天比较惨的是哪两家公司 一家是大众 Voxwagen 碳排放丑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大众的股票 如果买大众股票的话 现在应该心很痛 这两天就跌了40% 对吧 然后除了大众之外的话 包括很多大众商品公司 Commodity公司的话 最大的一个有个叫Glanco 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 因为如果看大众商品的话 Glanco是个非常大的公司 我们叫大众商品界的高盛 就是属于那种非常规模大的 Glanco的话也是 股票也是跌了差不多10% 20% 连续这几天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就说 很多人在商品亏了很多 其实不光很多 不光是很多老百姓亏 其实包括很多那种 机构投资者也是亏了 我看到 昨天有个新闻说 有一家主权投资基金 叫卡塔尔 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 Sovereign Wealth Fund 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 它同时持有了大众 和Glanco的股票 所以有说它这两天 可能已经亏了差不多 要有50亿美金 就是这个几天 因为这个股票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市场非常波动 有很多黑天鹅事件 其实我想新加坡也是 我知道很多新加坡投资者 他们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喜欢买房子 买房子的话 不光是买新加坡的房子 还买很多海外的房子 我想新加坡投资者 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无非就是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或者说英国 基本上如果你看这两年 如果你是买马来西亚的房子 或者买澳大利亚的房子 现在大家都可能 心里都很紧张 特别是买马来西亚的房子 我有个朋友 这两天就跟我说 他现在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他去年刚刚买了个马来西亚房子 去年买的时候 不是因为房子跌了 是因为汇率贬值 去年买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Ringgit跟新币是多少 2.4 现在的话已经3.0多了 3.0405 就是光那个Currency 光那个汇率就贬了大概20%多 对吧 就是你房子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升值 汇率就已经损失了20%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波动 那澳洲也是 澳洲的话 年初的时候 澳币和新币是多少 1.1 对吧 1.1 去年 前两年高的时候是1.3 当时 现在多少 1 对吧 如果你去澳大利亚旅游很爽 因为现在基本上跟新币是 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你去那边 之前买了房子的话 就很痛苦 对吧 唯一目前来看 买房子是赚钱的 就是英国了 对吧 前两年很多人在英国买房子 伦敦 这个非常明智的投资 当时买的时候 英镑和新币多少 1.9 对吧 现在多少 2.2 对吧 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多人 在前两年在英国买房子的人 首先汇率赚了10%来进 对吧 除了汇率之外 房租 现在我们看全球范围内房租 很多地方都在跌 新加坡就是不用说了 对吧 大家如果有租房子 基本上 如果你这两个月再重新 sign那个contract的话 基本上房租都是跌10%到20% 很正常的 对吧 那英国的话 基本上伦敦的房租没有跌过 每年基本上都是涨10%到20% 所以基本上 我就看这几年在伦敦买房子 应该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目前来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OK 讲了那么多情况 我想今年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波动的一年 如果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就看一下全球股市 到9月23号 这个表现 就今年到现在 9月23号的这个表现 基本上的话 都是负的 都是跌的 除了第一名的话 可能是深圳 大家想 中国不是发生股灾了吗 怎么深圳还涨了那么多 因为之前涨了更多 之前的话 差不多100%了将近 然后现在跌的话 大概 今年的话 深圳还涨了 大概20%多一点 那上海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 上海现在可能 大概跌百分之二三 这样和今年比的话 基本上我想 不光是亚洲 包括像很多发达国家也是 美国也好 包括欧洲也好 基本上股票都是跌的 那我想新加坡就比较惨了 新加坡 你看再倒数第二个 基本上跟印尼差不多 印尼是跌了18% 大概新加坡 大概跌了百分之 差不多14 15到现在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市场非常波动 其实如果 六月份的时候 大家看的时候 当时六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股票都是涨的 所以这波跌的话 基本上都是 就是在过去 大概三个月 四个月跌出来的 从原来可能 百分之几的涨幅 现在已经变成 负的百分之十几二十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做股票 真的是非常 要有非常强的心脏 基本上你看 一个季度差不多 就是上下就百分之二十 就没有了 OK那我想 现在的这个波动的话 有很多因素 这边可能就讲几个因素 就是为什么我们 现在市场那么波动 那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最核心的 最基本面的一个因素 就是全球经济在放缓 对吧 这个是大家都感受到了 包括新加坡也是 对吧 这个大家如果看一些 新加坡的一个经济数据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放缓 包括像我们的COE也在掉 现在COE已经是五万五了 对吧 所以这其实本身也是反映了 经济活动的一个 在一个放缓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如果我们看全球经济的话 很多人会关心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叫PMI 也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那这个指数的话 其实不光是发达国家在下滑 那相对来说 发达国家这个下滑 还是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下滑 如果我们看很多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这个下滑幅度更加更加高了 所以说这几年的话 前两年的话 很多人都指望 新兴市场国家 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那但是我们看到 这两年开始的话 其实已经反过来 现在新兴市场国家 已经开始有点拖累 整个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幅度 那这个是最基本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看到 确实目前全球经济 处在一个放缓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 那除了这个最基本面的因素之外的话 目前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个大环境 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环境 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油价 油价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们看到 其实油价是从去年 大概七月份开始跌的 当时的时候去年七月份油价是多少 当时每桶大概是一百多美元一桶 大概就是一百十左右 那从七月份开始一直往下跌 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当时有到过差不多四十多 对吗 然后后来反弹了一点 然后最近又回来 又到大概四十多美元 所以其实油价的下滑 我觉得是一个双刃剑 为什么我们看今年市场那么波动 其实如果我们看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市场非常好 但是到下半年的话市场非常糟糕 为什么 因为本身是跟这个因素是有关系的 因为为什么说油价下滑是把双刃剑 就是说刚刚开始油价下滑是件好事情 对吧 因为油价下滑的话 我们成本低了嘛 企业的成本低了 就我们老百姓来说 我们理论上也是感觉应该更便宜了 我们的电费应该低一点 对吧 我们开车加油的钱应该更便宜了 而且当时我们看到 当时在去年底 今年初的时候 当时油价的下滑 对市场是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当时很多人觉得油价的下滑 意味着CPI 就是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会比较低 那通货膨胀率会比较低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很多的国家有空间 可以推宽松政策 对吧 所以这是当时的年初的一个思维 就是因为油价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推很多宽松的政策 确实 如果我们看今年一月份的 今年一季度的话 全球很多央行都在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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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油价比较低 所以当时是好事情 我们觉得是好事情 对市场是个支持 但是当你这个油价 低油价保持时间很久很久的话 就不是件好事情了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担心了 为什么你油价还那么低 是不是全球经济出了问题 或者说是不是需求出了问题 或者是不是哪个地方出了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说我们开始担心了 油价这么低 我们开始担心是有什么负面作用 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看到油价的低 它在不同阶段 对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未来这几个月 油价进一步下滑的话 跌到20美元 30美元的话 我想这个对市场是非常不好的 不是像以前就说 油价低就是肯定是件好事情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因素 大家可能要知道的 那为什么油价那么低 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了 既有需求的因素 也有供给的因素 那需求的话 我想全球经济在放缓 对吧 中国经济在放缓 所以需求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强 那供给的话就是 现在就是中东的话 基本上拿这个油价 作为一个武器 来跟美国的夜延器来做抗争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在做夜延器革命 那如果美国夜延器搞起来的话 其实对中东那些原油 产油国是个很不好的 因为将来的话 他们有个替代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现在就是那些中东的国家 他们就像以本商人 因为夜延器很贵 夜延器你开采一桶的话 基本上就是六七十美元 至少的成本 那像中东 像沙特这些国家 他们的开采油价 成本还是很低 所以基本上 他们现在就拼这个 不断地增加产量 而没有减少产量 来控制 所以这个是 我这边可能就不展开了 但是就说 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油价的情况 如果油价太低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第二个因素的话 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 就是现在中国经济 如果大家最近看很多新闻报告的话 基本上很多人都把 为什么现在市场不好 很多人都把归罪于中国 对吧 海峡指数下滑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不好 基本上现在很多人都是拿中国 作为一个借口 来进行这样一个 对市场的这样一个抛手 其实中国这个问题怎么看 因为我本身 我的专业是比较多的是看中国 所以基本上 我一两个月都会往中国跑一次 所以呢我想中国这个问题呢 我想可能 这边可能就是说 给大家一些看法 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确实是在放缓 如果大家看这张左边 大家就是左手边的这张图的话 就是确实如果我们看投资的话 这投资是不断在下滑的 这个毫无疑问的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房地产投资 这个而且 我觉得短期内来说 应该是回不来了 因为很多人说 最近不是中国的房地产在复苏吗 很多人去了上海和深圳 就觉得 哎呀 房价还是很热 很热 然后我有个朋友 他前两个月来新加坡上班 他走的时候 当时他是六七月份走的 当时走的时候 他的房子 在上海的话 他当时的房子是六百万 然后他昨天 前两天回去之后 他就发觉 哎呀 他现在房子已经卖到八百万了 就是在这几个月 从六百万变成了八百万 但是这只是仅限于上海和深圳 那些比较大的城市 但是如果我们看很多 中小城市的话 其实他们的房价 还是基本上很糟糕 所以现在整个房子产投资 还是非常糟糕 而且我觉得 短期内来看 这个投资是很难回来 当然我们讲的 投资的放款的话 其实我觉得 目前中国的投资放款 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 经济的因素 它这里面是有 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大家如果去 很多地方政府的话 因为我们 像我基本上 出差的话 基本上 要跑 基本上也就是 沿海要跑一圈了 然后我们也是 见了很多那些地方政府 现在我们发觉 现在地方政府 他们现在最担心 一个什么问题 他们现在最担心 就是一个反腐的问题 现在反腐是什么问题 现在就是 因为你反腐 所以你很多人 不敢投资 就说他有项目 他也不敢投资 为什么 因为怕你一投资的话 到时候你就被查了 所以现在地方政府 都很痛苦 就说你现在 什么事情都不干 也不行 你干太多东西 也不行 你不干的话 上面会说 你怎么不干 不作为 把你钱给收回来了 而且你也没有业绩 但是你干太多的话 你可能就 进监狱了 所以基本上 我想现在就是 目前中国非常痛苦的一点 就是说 因为反腐很厉害 所以这个对经济的影响 也是非常严重 那我们是不是要 特别担心中国经济 我想这个也是 问到最多的问题 就是中国经济 到底会不会出现崩溃 这样一个情况 那就我看来的话 我觉得 我感觉是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说 中国经济现在在转型 我这边只想 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 大家可以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这边 只分享一组数据 就是说大家右手边 这样的数据 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 在发生变化 这跟红色的线是什么 红色的线是服务业 占中国的GDP的比重 蓝色的线是什么 蓝色的线是第二产业 那第二产业包括了 比如说制造业 包括了建筑业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说 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的话 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 已经远远超过了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 我可以给大家一组数据 在今年上半年的话 中国经济里面 49.5%是由服务业贡献的 43.7%是由制造业 或者说第二产业贡献的 所以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 所以你想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不好的新闻 就是说 中国的制造业指数进一步下滑 对吧 这个可能大家最近这两天 又听到了啊 中国的制造业指数下滑 确实 中国的制造业指数下滑 确实对经济有负面的一个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 和五年前来比的话 这个影响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吧 为什么 五年前 中国的经济主要拉动 还是靠制造业 对吧 或者说靠第二产业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就说当时的制造业下滑的话 确实影响很大 但是五年之后的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 中国的结果在发生变化 所以你的制造业下滑 确实有影响 但是它的影响 可能没有五年前那么高了 对吧 大家如果去中国的话 大家会觉得中国经济的现在 就是我们就叫盲人摸象啊 就说中国是个很大的经济体啊 就像个大象对吧 你去不同的地方 你感受不同的地方 你对中国经济的理解 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是你摸耳朵也好 你摸脚也好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想 大家如果去感受 如果大家去网上购物的话 淘宝 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淘宝还是很火对吧 很多新加坡朋友 也是在淘宝上买东西 确实这个感觉 就是非常动态的一个经济体 所以我觉得 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我觉得是要多元化来看 就我来看的话 我觉得确实有很多条件 但是我们要看到好的 好的一面 就是说经济在转型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服务也在上来 所以我觉得目前 包括我们看就业 包括我们看中国的一个 工资的增长 都还是很不错的 对吧 我们看到就业的话 目前很多基本上 找工没有那么难 很多人大学毕业生也好 包括很多一般的农民工也好 找工没有像以前那么难 包括像工资收入 中国的工资收入 连续几年都是超过GDP的收入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因素都是反映 因为是跟服务也是有关系的 OK 那我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一个政策的因素 这个政策分歧的话 我想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美国 包括欧元区 对吧 我想今年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 为什么当时市场比较好 一个因素就是说 当时欧洲央行做了QE 对吧 什么QE 所谓的QE就是量化宽松 效果确实不错 那这张图的话 是欧洲央行的 我们就是他的一个 就是资产负债表 就是他的一个规模 我们看到 就是从三月份到 从一月份开始 到现在 基本上 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一直是在扩张的 那就说明 他不断地是在 进行这样一个量化宽松 来购买这样一个资产 所以这个是对 当时对 我记得上半年 对政策 对经济 对很多市场 是起到了这样一个 支持的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现在的话 现在大家有点 就是麻木了 对吧 那最近的话 我们看到 很多人担心就说 欧洲央行 你现在搞QE 搞了那么多 已经搞了半年了 搞了半年多的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 欧洲的经济 好像没有完全起色 所以很多人又开始担忧了 其实日本也是 你看日本 过去这十年 基本上能搞的都搞了 我们看到 基本上从什么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都搞了 包括最近这两年 是汇率贬值 对吧 这两年日元都贬了 百分之五十都不止了 你看 日本的经济 或者日本的通货膨胀率 还是没有起色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们看到 我们整个全球经济 都已经到一个 非常瓶颈的地方 怎么突破这个瓶颈 我觉得现在是个 很多人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 目前就是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严峻 就是说到底 我们应该接下来怎么走 就是我们怎么来突破 这样一个瓶颈 我想时间关系的话 这边可能要跟大家 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联储 大家都非常关心 我想美联储的话 就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 是九月份的话 美联储的会议 当时美联储做的决定 就是说 选择不加息 那这个是好事情 还是不好的事情 很多人觉得 美国不加息应该是好事情 那我觉得不是好事情 最后我们看到 就是如果大家看市场的反应性 就是说当时美国不加息 第一天 好像很多发展中国家 包括很多新型市场国家 股票表现还不错 但是第二天开始就不行了 对吧 因为特别是美国 基本上美联储不加息之后 美国股票是一直在往下跌的 对吧 为什么对吧 因为我们看 美国这个零利率 已经保持了十年了 换句话说 不是零利率不是 美国已经十年没有加息了 应该这样说 美国的零利率差不多保持了 大概有五六年了 这样的情况 对吧 所以美国已经十年没有加息了 这个已经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 应该说 一个国家十年没有加息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不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以前的话 零利率是件好事情 对吧 我们说利率低嘛 这是个好事情 但是问题就是说 当你零利率保持太久的话 你这个成本 就会超过你的收益 对吧 因为我们看很多事情的话 我们要从一个 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 而且上个礼拜 美联储没有加息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说 当时他就出来说 我为什么不加息 就是因为全球经济不好 或者说因为全球市场波动 所以我选择了不加息 当时他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 因为以前我们知道 美国他加不加息 他以前只看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业市场 第二个通货膨胀率 对吧 这个美联储我们这两个mandate 它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现在就说 你现在把美国的利率 和全球的表现 又重新挂钩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不好 因为你想 你的就业市场也好 你的通货膨胀率也好 这是国内的事情 这个是美联储 是有办法控制的东西 但是你境外的市场 全球的市场 这个是美联储 没有办法控制的 对吧 换句话说 当你把自己的一个利率决定 跟一个你没有办法 控制的因素 结合在一起的话 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 会产生一个不稳定因素 对不对 作为投资者 你最怕什么 你最怕的就是不稳定 对吧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所以你会怕 所以我想我们看到 现在美联储不加息 在我看来 这个弊端 已经超过了好的地方 就是说 它创造了很多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的话 你看这一个礼拜 基本上市场是很动荡的 而且很多股票是往下走的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怕 这个不稳定因素 但是从好的地方来看 我们看到 至少 今天是礼拜六 至少礼拜四的话 当时 耶伦就是美联储主席 他又重新跑出来 又跟市场讲 就是我们还是会加息的 今年还是会加息的 就是说 对市场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卡 对吧 就是说 其实很明确 就是说 美国这次加息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大家不用太担心 以前的话 美国加息 我们看过去两个周期 只要美国加息的话 它是停不下来的 它就 这样一直往上加的 像开那种机关枪 一样 一直往上加 但是这一次很明显的 这次美国加息的话 是属于一个 它可以加一加 停一停 看一看 再加一加 这样一个局势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美国第一次加息 我觉得美国第一次加息 越早是越好的 因为你美国第一次加完息之后 它完全可以停几个月 或者停半年 看一看 这个是 这次美联储 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你越晚加息的话 其实越不好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越晚加息的话 也就意味着 你将来加息的幅度和频率 会更高 对吧 这个就跟弹簧 你压的时间越久的话 你反弹会越厉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你越晚加息的话 也就是说明 经济越糟糕嘛 至少大家会觉得 全球经济越糟糕 所以这个信号很糟糕 所以我觉得 我是希望美国 最好在12月份加息 因为如果 我觉得美国 12月份加息的话 反而是件好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股票的话 或者大家如果要买一些资产的话 我是觉得这两个月 我个人不建议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月 会非常的波动 我是觉得美国加完息之后 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可以买一些股票 或者买一些这样一个 风险资产 OK 那我想很多人会关心美元 其实对于美元来说的话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历史是一个 很好的参照物的话 我们看到过去几个 美联储的加息 周期的话 美元基本上都是走强的 这个是非常 这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规律 基本上 当然我们不知道历史 过去的不代表将来 但就是从历史来看的话 在过去几个 在过去三十年 美国的加息周期 基本上都是半数的美元走强 所以换句话说 我觉得 未来的话 如果美国开始加息的话 我觉得美元走强 在我看来 还是一个 比较大的概率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想 这次美国又不一样了 这次美元走强 我觉得跟以前 可能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次 美国它也会参照 美元的一个走势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讲到 全球经济在转型 对吧 其实美国经济 也是在转型的 因为我们以前讲 美国经济的话 我们讲 美国经济主要是 靠肖背拉动的 对吧 所以如果在以前的话 我们看到美元走强 对美国经济 是件好事情 对吧 因为你是靠肖背拉动的 所以你美元强的话 你的购买力强了嘛 所以对经济 是件好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 自从08年 雷曼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也转型了 美国在怎么转型 就说美国 它在往制造业 这个方向走 就说我们看到 现在有很多 美国制造的产品 慢慢出来了 所以现在美元走强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我觉得是更加全面了 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因为美元走强的话 对美国的制造 也可能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美元的强势 应该不会是那种 一帆分顺的 就是说可能是 一路往上走的 可能会有些波动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如果美元太强的话 它可能反而会影响 美联署的 这样一个利率决议 但总体来看 我觉得明年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 看好美元的这样情况 但是我觉得 今年到下半年 到年底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年底的话 我觉得美元不一定会特别强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说 从2014年开始 很多人开始借那些低利率货币 那这些低利率货币 包括什么 包括日元 包括欧元 我记得今年 2014年和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特别是今年初的时候 很多企业借欧元 因为很多人 当时为什么很多人借欧元 就是因为欧元便宜 第二个 当时很多人觉得欧元 会更进一步贬值 对吧 所以很多人会借欧元 但是呢 我们发觉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 我们叫carry trade 现在很多是 unwine of the carry trade 就是说 很多之前借欧元 借日月的人 现在开始还了 因为市场很波动 开始把这些外币的 给还掉了 所以我觉得 短期内来看的话 我觉得美元不一定会强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 美元的这样一个走势 我想人民币的话 这边可能就简单 跟大家谈一谈 因为我想 最近的话 人民币影响非常大 从8月份开始 8月11号 当时中国是 让人民币 一次性的小幅贬值 我们看到 人民币贬值之后的话 其实对新币的影响 反而更大 我们看到人民币 当时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大概新币当时 和美元是1.37 然后现在已经1.42 所以我们看到 人民币自己倒没贬多少 新币反而是贬更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 现在这个市场 是非常关联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可能也是要关注一下 人民币的走势 那就我来看的话 目前我觉得 央行的话 就中国的央行 我觉得它可能会死扛 短期间 它不会让人民币贬值 因为它也怕了 我们看到这一波 贬了2%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资本外流 非常严重 我当时大概算了一下 8月份的时候 大概资本外流 大概有 差不多1200亿美金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 对吧 马来西亚外汇储备多少 马来西亚外汇储备 才900多亿美金 所以基本上 中国一个月的资本外流 基本上就超过了 马来西亚 整一个外汇储备 所以这个是 很恐怖的数字 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大 所以我想现在央行 它也是有点担心 所以它现在 我觉得它短期的 就是死扛 那你说 央行能不能扛得住 我觉得中国 这个我觉得 中国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说 大家如果看中国的话 中国央行 我觉得可能是 全世界央行 唯一一个央行 它有能力 来行政调控的 因为我们是银行 所以我们体会 特别深切 从八月份到现在 你想我们作为银行的话 我们收到了多少文 当时央行给了我们 至少三个条款 让我们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不能做那个 然后外管 因为中国的话 有央行 有外汇管理局 然后外外管 至少发了五个文 说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它的一个 行政管理的能力 我觉得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行政管理 确实非常有效 这个我觉得是 中国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基本上我看 最近银行基本上 都很服贴 基本上哪个银行 哪个银行敢出来 跟央行对抗的话 基本上都是被罚得很惨 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 最近有几家银行 都是被中国央行 罚得很惨 所以基本上 现在银行都很乖 在中国的话 做业务的话 所以我想 这方面我觉得 我对中国央行的 这个调控能力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觉得短期间 它可能会选择 这样一个 会死扛这个情况 最后的话 我想时间关系 我想再跟大家讲一讲 新加坡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现在新加坡 我觉得也是挺尴尬的 对吧 我觉得现在是 我们叫所谓的 一个两难情况 为什么叫两难情况 就是说一方面 如果我们看经济的话 经济在下滑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基本上大家看 那个GDP的话 那个预测 基本上每个月 都是在不断地往下调 往下调 我像现在很多人 已经预测 可能今年GDP 可能连2%都到不了了 可能很多人预测 可能就一点几 今年的GDP增长 对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困难 而且如果我们看 我们的CPI的话 确实在往下走 8月份的话 CPI是多少 负的0.8 对吧 已经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收缩的 这样的情况 那目前的核心的CPI call CPI的话 大概是0.2 也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字 而且每个月COE 都在往下走 然后房租 每个月也是在往下走 基本上都在跌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呢 应该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一年有两次 货币政策会议 对吧 4月份一次 10月份一次 那我们下一次 马上到了 10月份 就可能 我们可能觉得 可能在10月14号左右 可能会有一次会议 所以现在很多人 就会猜 就是 金管局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觉得 这次很难猜了 因为确实市场 市场非常混乱 很难猜 那很多人讲 金管局会不会宽松啊 那我们知道 新加坡的政策 跟很多国外 是不一样的 因为新加坡 我们是不控制利率的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金管局说 我要宽松的话 我不是说降息 对吧 因为我们 在新加坡没有降息 和加息这个情况 如果金管局 要宽松的话 它是通过汇率 就等于是 让新币贬值 或者说 让新币 为新币创造一个 贬值的这样的空间 就是宽松了 所以你说 接下来新币的话 如果它进一步宽松的话 我觉得新币 可能会进一步走落 对吧 这个大家可能 要知道一点的 但是呢 为什么我说现在两难 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说 对 你经济不好 确实应该宽松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利率 Cyborg 我们Cyborg 我们Cyborg也好 SOY也好 对吧 现在我们的利率 都在往上走 如果大家看 左边这张图 大家如果现在 买房子的话 基本上都很痛苦 对吧 基本上每个季度 你从银行收到 那个账单 就告诉你 不好意思 你下个月的 那个 那个Mortgage Payment 要提高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Cyborg更高了 之前的话 三个月 Cyborg多少 0.4 对吧 最近的话 已经是1.1了 对吧 已经差不多 涨了0.7%了 而且这个1.1的话 说实话 我觉得还会往上走 所以这个 我觉得腔来的话 Cyborg 我觉得基本上 会可能会越来越高 所以你说 为什么Cyborg那么高 对吧 因为你想 美国不是没有加息吗 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加息 怎么新加坡 已经开始 自己开始Cyborg往上走了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 就是跟新元贬值 是有关系的 对吧 因为新加坡的利率 本身也是跟 汇率的关系很密切 特别是SOR Cyborg还算好的 如果你的Long 是跟SOR挂国的话 更惨 SOR的话 当时到过1.5 现在可能在1.2 1.3 对吧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SOR那么高 就是因为 新币在贬值 所以新币贬值的话 新加坡利率 就反而会往上走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新加坡非常尴尬的 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说 将来我觉得 它怎么走 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如果你让新币贬值 支持经济的话 可能我们的利率 会起得更高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个 对冲的一个效果 因为你新币贬值的话 你是希望创造一个 宽松的货币环境 但是如果你为了 创造这样一个 宽松的货币环境 导致你的利率 反而更加往上走的话 对吧 你的货币环境 反而又紧了 对吧 这个就是很尴尬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现在今年的话 我觉得对新加坡 也是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呢 我想有几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 关注的就是说 第一 我觉得新币 可能会进一步走落 第二 新加坡的利率 可能会进一步走高 所以大家如果从自己的一个 从自己的一个贷款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可能也是需要 进行这样一个合理的 这样一个管理 OK 我想时间关系的话 我想这边可能就是 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今天 今天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总体来看的话 我感觉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觉得全球经济 今年是个非常波动的一年 而且我觉得这个波动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 在未来这几个月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应该要 谨慎为主了 对吧 就是说 不要太太过激进 虽然很多股票 真的很便宜 但是便宜 它自然有便宜的道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大家还是要 要谨慎为主 那对于经济来看的话 当然我觉得 也不用太悲观了 因为毕竟 我个人觉得 中国经济应该 还不会 不会完全崩溃 那如果中国崩溃的话 我想这个对 整个亚洲都是个灾难 对新加坡也是个灾难 但是 就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中国经济 崩溃的概率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悲观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大家 如果是一个价值投资者的话 我觉得这几个月的波动 可能反而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觉得这个机会 可能要等到12月之后 或者明年初 大家关注一下 那在我看来的话 这个机会可能要 在美联储加息之后 可能才会有这个机会 那从现在到 到美联储加息 这个当中的话 我觉得 整个市场的波动率 可能还是会非常大 那就汇率来看的话 我觉得 我们还是比较 看好美元的这个走势了 那我想对于新加坡来说的话 新币可能还是会有 进一步贬值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的话 可能就是新加坡的利率 可能还是会 进一步往上走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 也是要作为一个 及早的这样一个 一个调整 这样一个策略吧 那我想时间关系 我可能就先 跟大家报告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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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